歡迎收看 醫學大聯盟 讓我們為你解決生活大小事 聰明過生活 現在人工作壓力越來越大 下班回家都沒有辦法好好放鬆 長久時間下來 就會漸漸影響到 睡眠品質越來越差 雖然網路上面有很多著名的撇步 但是效果因人而異 甚至有人越視越難睡 睡不飽影響心理 更會影響生理 健康搞砸了 心情也不美麗 每天頂著一個 熊貓妝來面對人 就像牠們 我從來沒有睡著過 所以眼睛都是朦朧的美 我沒睡好 大家都不叫我愛 叫我Helen 在過去 我只要沒有睡好 我心情都會很不露 好可憐 夜太美 儘管在危險 總有人黑子也困擾子也 好可憐 Helen最遠穿好嘴面 好苦 到底失眠要怎麼解決呢 今天就要請專家來告訴大家 當然如果對我們的節目內容 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上醫學大聯盟粉絲頁留言 我們會提供給大家 更完整的健康資訊 最重要的是 今天的優勝隊伍 可以把金美好禮帶回家 Yes 就是我們 從街巨上兩對來賓 全部都答對了 文明哥 艾亞 拜託讓我對的 李嘉儀 容忠豪 介紹我們的醫師專家群 急診科醫師 張士恆醫師 大家好 營養師 漫漫營養師 Yes 太坦針了 太坦針了 咻 你冷靜一點 文明哥 沒有辦法 嘉儀科醫師 鄭瑞德醫師 好 好 一講到這個失眠 大家一定都很有經驗的 嘉儀就最慘的出來聽聽看 最慘 我 從來沒有睡著過 我是認真講的 你看 譬如說 譬如說我昨天 我昨天幾點睡 你知道嗎 我昨天是今天早上的 11點30分下去睡 我1點46分就醒來了 就自然醒 我每天都是這樣 我試過各種 你們想得到跟想不到的方法 天啊 後來我有一段時間 我朋友就 因為看這個科也不對 那個科也不對 我朋友說 你要不要去看精神科 對 我就想說 你是不是亢奮 我不知道 因為就是 你不是那種想睡睡不著 而是你躺的都是那種清醒 所以後來 你有去看嗎 然後去看心理醫生 那個心理醫生 他就開了FM2給我 為什麼 FM2不是禁藥嗎 FM2是 醫生的處方藥 FM2其實是治療 憂鬱症 還有精神什麼 遭遇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醫生就開那個給我 然後他告訴我 吃半顆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吃過藥 也沒什麼麻醉的經驗 吃半顆 快一個小時 什麼反應都沒有 怎麼會這樣 後來我想到 醫生有跟我講過說 萬一 也嚴重 睡眠 失眠藥是很嚴重 是 你可以再吃下去 半個小時以後 你再吃了另外半顆 那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吃FM2 第二天醒來 我才知道說 為什麼這個要醫生處方藥 因為一般人沒吃過的 反應是這樣 我吃下第二個半顆以後 不到五分鐘 你就瞬間覺得 自己的所有意識感覺 靈魂開始從腳裡拖出 那種感覺 你就知道 不行了 要躺下來 你就連滾帶 爬 爬到床上 然後真的是 往床上這樣一 啪 好 請搶 請搶 結論是 她吃了FM2 答對了吧 妳看 Yes 答對 贏 答分 這真的很特別驚異 所以很恐怖 我們看我們今天專家 有沒有辦法幫助妳 對 我也算是失眠是常態 所以我試過各種方法 從什麼喝一杯的 說我喝一杯 通常就要變十杯 所以沒有什麼用 然後再來 很害怕 再來就是比如說什麼退黑激素 可是我吃退黑激素 反應特別大 就是我隔天 會很暈 就是我吃退黑激素 我反而吃了 退黑激素會暈 對 我吃吃退黑激素 反應比較大 可是我試過一個超有辦法的 什麼 就是 所以妳兩天睡一覺 我跟你講 第一次發現這個很有效 是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就是在內地拍戲的時候 我也睡不好 可是很累 你很累 睡不著 很痛 我不是說身體不願意睡 是你就是 沒有時間睡 意識無法放鬆 意識無法放鬆 然後也沒有時間睡覺 所以有一天就是真的 拍了一天還兩天 都不能睡覺 就是連夜這樣 然後我隔天撐到最後 就白天我也不睡 白天沒班 我也都撐著 我想不行 我一定要到最後一刻 我又撐到晚上十點才睡 就是真的累到爆炸 我一覺睡到早上六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曾經有過 隔天如果有工作 而且如果是很早的話 就會失眠 像我就會 因為像我之前是在新聞台上班 然後有時候待班 我平常是播下午 是我自己的時段 有一次我就待班早上六點 就我不知道 早上六點的班 四點就要到公司 為什麼 因為要化妝 還要順稿 因為早上的新聞台都是讀報 你要看非常大量的報紙 而且只有乾稿 就是你要一直念一直念 沒有畫面 壓力極大 然後你又要 短時間之內消化 因為四點到 晨報還沒來 所以你等於來 然後你就會整個 一直有那個場景 你就會覺得你會吃螺絲 你前一天我九點就睡了 可是提早睡不行 一樣跟艾亞一樣 睡不著 我吃了退黑激素 色胺酸那種 就是可以吃的 都吃了 鈣鎂 就是穩定神經的 可是你真的是越來越清醒 九點醒一次 十點醒一次 壓力太大 當我真的很想睡的時候 已經三點了 總好呢 是不是聽完他們以後 覺得你每天都睡很好 我本來以為 就是我有一點比較辛苦 但後來聽到 他們不懂 你講講看吧 因為我從以前 我是想太多的一個個性 但我覺得30歲以前 都比較有彈性 你比較會覺得 沒關係 什麼事 就睡覺 但是30歲之後 尤其是最近疫情的關係 我發現我 以前是 30歲以前是一個時候 可以數出我有失眠的幾次 現在真的是幾乎 每一個禮拜有三 四天 就是會很難入眠 然後我才知道原來 會失眠的人 原來有那麼地痛 他很難入眠跟失眠是不一樣的 而且好羨慕妳 妳還可以睡三天 對 對 通常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疫情都待在家裡 所以睡太久了 睡太飽 因為疫情那段時間 我確實有發現我自己 怎麼最近都很難入睡 結果才發現 因為我都睡到自然醒 睡到12點 對 因為晚上有時候 又要起來弄小孩 那早上 就可能可以給媽媽照顧一下 又給老公 然後你就一直睡 那晚上真的就會比較難 但是要抱怨睡太多是不是 不是 就是又幸福 又漂亮 然後又睡得很好 沒有 我們一定要好好想想 要怎麼樣幫助 像維銘哥這樣的重症 對 對 重症 我們趕快來進行 我們的百人民調搶答題 要為了今天的精美好禮 來搶分 好 請問 想要臨時抱佛腳 擊敗失眠 有哪些方法 而在百人民調中的前五名 又有哪些呢 請搶答 很厲害 寶刀未老 我覺得就是這個 洗熱水澡 泡一下 對 洗到一溫 對 因為通常洗完就全身發軟 這時候躺下去最舒服 所以試過 所以應該是 我想應該有 放鬆的感覺 對不對 應該 對不對 洗熱水澡 有 洗熱水澡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嗎 謝謝 答對 好棒 四個砰砰 睡意會加倍 張醫師 真的 這是正確的方法 洗熱水澡的確可以增加 你的入睡的速度 其實很多人對洗熱水澡 有點誤解 他們會想說 洗熱水澡不是很熱嗎 我洗完如果滿頭大汗 不是剛好睡不著嗎 其實不會的 不要太熱 這個你只要把握幾個原則 就是說你洗的時候 隔睡覺時間 至少一個小時以上 大概十分鐘的時間 水溫在40到42度 這麼低 這個科學上的原理是這樣 就是說它是一種 所謂的被動的加熱體溫 那個熱量是從外面來的 第二個就是主動的 劇烈運動是一個主動的加熱 所以說主動加熱 會讓你的核心體溫變高 反而會睡不好 等於就是說 你睡前的加熱 最好是被動的加溫 為什麼呢 因為被動的加溫的話 譬如說泡熱水澡 這個時候 你身體的血液 會流向你的 比較末端的地方 真的 這個時候反而可以 散點熱量 讓你的核心體溫降下了 等於就是說 泡了熱水澡 出了澡盆 出了浴室之後 你的核心體溫 反而是降得更低 這個有科學研究就是說 可以增加你的入睡的速度 好的 謝謝張醫師 請搶答 就是賢寇剛才張醫師說的 就是運動 身體要有一點熱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可是剛剛張醫師有說 被動加溫比較好 所以她是被動加溫嗎 這算是幾個吧 沒有 對啊 她習慣 她是被動加溫 所以她另一半不好睡 她另一半是主動加溫 被動 她老婆她不吸引 好 睡前 主動或被動運動 這個當然有沒有上吧 有 有 對啊 對 鄭醫師 所以對於主動或被動 兩個人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嗎 台灣睡眠醫學會 其實有講在床上 不要做除了兩個S以外的事情 一個就是 另一個就是 大家生活壓力很大 我們在做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會分泌腦內飛 它可以讓我們暫時忘卻 生活中的壓力 壓力也是導致我們失眠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暫時忘卻這是好的 再來就是 我們在 如果達到高潮的話 會分泌一個叫催產激素 催產激素可以刺激 我們的腹膠感神經 腹膠感神經就可以讓我們 達到放鬆 然後幫助入眠的一個效果 所以最好是可以 夫妻都達到高潮 這樣才可以一起入眠 暫時沒有對象 有個比較溫和的方法 因為剛剛鄭醫師講到一個 荷爾蒙叫做催產素 是 Oxycocin 那個東西叫做愛的荷爾蒙 當然它會在我們性高潮的時候 分泌 可是你只要跟另外一個人擁抱 其實就會分泌 擁抱就有 如果那裡真的沒有力氣 你就抱一抱 寵物也可以 難怪抱著寵物很好睡 我覺得很棒 它很療癒 在那個愛的力量裡面 會讓我們更加地穩定 寵物也可以 很合理 群腔感 有問題 你們不是剛剛在聊天嗎 為什麼你們可以 你們就聊天開跳 我剛剛聽到 張醫師說到寵物 我就想到 我聞到它的味道的時候 我會很想睡 所以如果你找一個 譬如說自己喜歡的香氛 熟悉的味道 或是房間本來就是 因為我們不常說 出去飯店睡覺會認床 是因為那個味道跟空間 但你在自己的房間 有自己習慣的那個味道的話 就比較好入睡 所以如果是散發自己熟悉 或喜歡的味道的話 應該好睡 自己的枕頭 或自己的背套之類的 我覺得 自己的頭部 或是自己的另一半 安全毛巢 對 才是自己的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味道 這個答案有沒有爽 妳好棒 就愛這一位 來 慢慢養食 確實在氣味的部分 有做過研究 加拿大有個團隊 他們請來155個人 然後發給他們兩件T恤 其中一件是他們的伴侶 穿過24小時的原位T恤 另外一件 他可能會讓陌生人穿 或者是拿新的給他 然後讓他們拿著這兩件T恤 然後就拿來當枕頭套 然後個睡一天 然後再用穿戴裝置 去測試他們的睡眠品質 結果發現到說 只要他們是睡到伴侶穿過的 那一件衣服的話 睡眠品質都會比較好 睡眠效率會提高2% 再去後來再去 對他們進行採訪 他們會說 確實他們有聞到 是自己伴侶的味道 所以說那天好像有覺得 比較好睡 安全 對 因為這是會給你一個 安定跟安心的感覺 不過如果沒有伴侶的話 也沒有關係 因為目前的話 也有研究告訴我們 如果你可以在你的臥房裡面 布置一些大自然 一些清新的味道 比如說像是一些青草的味道 或者是花香 對 比如說像薰衣草 它是目前證實 對於像安神 安眠都很有效 我們可以放一些掛飾 或者是噴液 就是滴一點 僅有在我們枕頭邊 這樣子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我覺得臭貝貝是真的 因為我自己到現在 都還是要抱著我的 可是我是枕頭 真的 妳幾歲了 不好意思 幹嘛這樣子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跟年齡的成熟度的關係 沒有 有很多人到成年 沒有 是真的 都還是這樣 因為像我覺得很誇張 而且我覺得有點尷尬的一點 但是沒辦法 我出差 像我也是去法國採訪法王 我什麼都可以不戴 我那一顆枕頭一定要戴 因為工作壓力很大 你一定要抱著它 就連我女兒 現在都要摸不要牽水 我那一次很尷尬的事情是 那時候就有一個女的保鏢來 她就是覺得我行李箱有東西 很兇 她帶了兩隻狼犬 就是要開我行李箱 然後打開以後 我的枕頭就彈了出來 看得出來 她有點破破舊舊很薄 然後結果 她就笑了 她就笑了 然後那一個 很兇悍的女保鏢就說 她就用法文 她就用英文說 我女兒也有一個 妳是不是也相保得稅 好可愛 然後她就笑了 可是重點是 當下是媒體團超多人 然後從此以後 就所有人都知道 我出差要戴枕頭 超感到 等一下 妳故事快講完對不對 妳先放著 好 請注意 請注意 她沒有說請講答案 現在只剩下 兩個答案 真的嗎 最高分跟最低分 好 時間到這裡 是不是下一集再揭曉呢 就看這一次了 好 有沒有答案 加油 快 有 妳要嗎 我的天啊 有沒有答案 我平常還沒有睡覺前 我會很多很多煩惱 所以我發現 我必須要讓自己 然後 試著放空 是一件事情 所以我可能會 meditate 靜坐 靜坐 對 我會試著用這種方式 去讓自己靜下來 靜坐 這個答案 我希望有在上面 OK 雖然只有十分 但它在上 OK 來 張醫師 我們的大腦裡面 其實充滿了思緒 對 這些思緒大概可以分兩類 一類是過去的事情 就是今天早上 跟一個同事 好像可以有更好的方法 跟他講話之類之類 有點悔恨 可是過去的事情 你改變得了 改變不了 對 你只是悔恨而已 另外一個就是未來 典型的代表就嘉儀 剛剛的故事 報一個比較早的新聞 這樣子 這個就是擔心未來的事情 我們的大腦裡面 其實就是這兩種思緒 對 過去跟未來的事情 其實冥想就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把你的大腦帶到現在 你只要找個安靜的地方做 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你的呼吸 或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譬如說 我的哪一隻腳比較高 我的手的姿勢是怎麼樣 這個其實就夠了 五分鐘的時間 其實你的身心狀態 就會改善不少 其實這方面的研究很多 就是所謂的冥想 它不但可以改善你的睡眠 減低你的壓力 對於憂鬱症的病人也有效 所以冥想不要太久 不要太久 一般來說是五分鐘就可以了 那你明天的工作 對 我覺得是 對啊 其實冥想你如果太久的話 其實會有一些困擾 因為你開始會 又去想一些其他的事情 好好地用這五分鐘 注意你的呼吸就好 注意你的呼吸 或者是說 你的一些感官 你的一些嗅覺 觸覺 好的 謝謝展示 請搶答 Yes 妳好棒 中豪 對不起 我本來沒關係 It's OK 我今天至少有按到一次 我已經很開心地回家了 熱飲料 熱飲料 不能太甜 你確定不是熱飲料 不是一些熱飲料 熱的東西 熱的東西 對 比方說酒 對不對 不是 熱水 熱牛奶 熱豆漿 熱豆漿 烏湯的什麼熱的 對 紅棗茶 喝熱熱的東西 有沒有 最高分 熱飲暖 我胃其實很好睡 慢慢咬吃 好 喝熱飲的話有三個幫助 第一個就是我們如果喝熱牛奶的話 其實你會喚起你幼食 睡前喝牛奶的記憶 其實這個會幫助你比較好入睡 對 再來就是如果是喝熱牛奶 或是熱豆漿 其實都可以 因為它裡面會有 色蘭酸的成分 色蘭酸就是製造出 退黑急速它的原料 所以其實如果以長期的補充熱飲 對於你維持穩定的睡眠狀態 是會有幫助的 第三件事情是 你喝了熱飲之後 其實是可以提高你的核心體溫的 我們平常在正常狀態下 我們的核心體溫 跟我們表皮的體溫會差2度 可是當我們如果 核心體溫跟表皮體溫 它的溫度縮小的時候 就會想要睡覺 這個跟泡澡或者是泡腳 是有一樣的原理 都是被動加熱 對 有問題 好 來 請問 請問慢慢營養師 因為都是喝熱的嗎 我突然想到 那熱紅酒可以嗎 其實喝酒的話 因為它會有鎮靜效果 所以說的確會幫助你好入睡 但問題來了 它會破壞你的睡眠品質 對 因為它會沒有辦法讓你進入到 深睡眠跟快速動員睡眠的狀態 那你快速動員睡眠 你沒有辦法進入這個時期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你的記憶力 跟學習力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都有發現到 如果我今天喝得很醉 其實我很快睡著 但是我隔天早很累 5點半就醒 對 因為都還沒亮 已經會有利尿的作用 所以會增加夜尿的次數 這個也會影響到我們 這也很困擾 對 如果你只有入睡困難這個問題的話 你睡前喝一杯OK 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連睡眠品質都不好 其實會不建議你用酒精的方式 來幫助的 這樣一時 失眠很痛苦 我們長時間睡眠不佳 會有哪些健康的障礙 我換個方式 我念一些 就是說你感覺得到的健康疑慮 如果大家 如果有不同意的話 你再舉手就好 第一個 你的記憶力會受影響 什麼力 記憶力 聽力 已經開始了 記憶力跟聽力 就是比較記不住這樣子 記憶力插到一個 你都想自己跟自己打一架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同意 這個大家都感覺得到 你反正坐在那邊 我給你慢慢打個電話 然後一站起來有 維銘哥 因為我們選項很多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個人 再舉手就好 我怕我不回 我等一下又忘記 我還講什麼了 好 那第二個 沒辦法專心 有 這點頭就好了 這個大家都同意 都不會舉手 第三個就是說 心情會受影響 會非常地差這樣子 你發生意外的機會 是會變高的這樣子 接著就不用我講了 血壓會變高 對 這個可能 有 其中幾位來賓 有過這個經驗這樣子 免疫會變差 免疫 免疫變差 你表現出來的幾個表現 就是容易感冒 我感冒很難好 嘴角容易長泡疹 什麼什麼的 走路會比較沒辦法保持平衡 走路會沒辦法走保持 如果真的睡得很差的話 其實走路都有問題 是 當然就是說 體重會不太好控制 比較容易變重 真的 比較容易 就是變得比較胖一點 對 最後一個 感覺得到的是夫妻的話 晚上就容易洗洗睡 我不太想要再做睡前的那件事情 真的嗎 怎麼可能呢 會 這個都是睡不好 就是幸運會降低 長期睡不好 對身體造成的影響 真的 我剛剛講到的都是感覺得到的 我剛剛講完全準 準 就最後一樣不準 對嗎 你看 剛剛真的沒有一個人舉手這樣子 對 很準 接著就是說 感覺不到的 其實要真正小心的是 這些感覺不到的東西 就是說長期睡眠不佳 在你的身體造成的健康的疑慮 而且你自己感覺不到 第一個 所以我剛剛講的 感覺得到 感覺不到的 都是有科學施政的 所以說你看 長期睡不好 對身體的影響 不是有些而已 是一大堆的 我們要問一下鄭醫師 現在嘉醫科 因為失眠而就診的患者 是不是越來越多了 沒有錯 就是現在 由於我們的生活型態過於緊張 所以壓力很大 單純來我門診 就是索取安眠藥的 這些病人是越來越多 我必須嘉許愛雅 剛剛講的那個方法 她就是說 如果昨天晚上失眠 隔天早上 其實是應該要撐著 沒有錯 她不應該就午覺 睡的時間過長 導致你該睡眠的時間又 怎麼又睡不著 惡性循環 沒有錯 這會問亂我們的生理時鐘 我們生理自己有一個機制 叫做退黑激素 就是松果腺它分泌的激素 在燈光比較昏暗的時候 就會分泌這個激素 提醒我們說 該睡覺了 如果說 我們口服去補充退黑激素 到底有沒有效呢 其實退黑激素在美國的 FDA是以食品作為管理 為什麼以食品作為管理 也就是說 它沒有大型的研究證實說 它對於助眠是有幫助的 沒有 所以 但是相對有另一個藥物 叫做退黑激素促效劑 它是一個醫師處方的用藥 它的效力是退黑激素的十幾倍 所以它是證實有效的 但是它有一個麻煩的點 就是它不是健保的藥物 而且它只針對 就是入睡困難型的 這個睡眠障礙者是有效的 我們應該先嘗試 生活飲食習慣 還有運動 規律的運動 這樣子做調整 這個完整的一個治療 才可以有比較好的效果 好 我們白人名料 搶答題的答案都已經出來了 想要擊敗失眠的方法 熱飲暖胃 就愛抱著小伯伯 找另外一半兩人一起累 喜歌蓬蓬睡意會加倍 腦袋放空周公來相會 好好筆記下都可以嘗試看看 祝大家每一天都好眠 好 我們現在來 開放現場諮詢時間 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不要掛號 太棒了 這不用按鈴 健保卡到了嗎 你就讓你問 我就覺得可以 輕輕鬆鬆地問個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失眠的標準是什麼 就是如果是一個晚上 沒有睡好的話 那個算是失眠 對 根據精神科診斷的最新準則 DSM5 它規定是說 一個禮拜如果有超過三天 有失眠的狀況 而且超過三個月 我們就叫做慢性失眠的問題 如果小於三個月 我們都是稱為急性失眠 但是不管是急性還是慢性失眠 我們一律都是從 睡眠衛生著手 盡量不要造成 藥物依賴性的問題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有 果然是沒有失眠的問題 這個階段要恭喜 拜託讓我隊得到30分 YES 一步都達隊得到70分 YES 好 也差一點點了 我可以投三顆 三顆是不是 投多拿 三顆 給你丟 好 好的 在這邊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對於今天的節目內容 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向一切大聯盟粉絲頁留言 我們會提供給大家 更完整的健康資訊 接下來進行的是 是非搶答題 這個階段更刺激了 除了要搶按鈴塊 還要按鈴 答題要正確 打錯是別人 打錯直接送分給對方 有人一碰到枕頭就睡著 我們都說這種人很好命 請問好入睡就是身體健康的象徵 YES或NO 請搶答 很棒 很好 找到節奏了 當然是對 當然是對 為什麼 一碰到枕頭就會睡 那就代表說 他在睡眠上沒有太多的障礙 所以比較好睡覺 我覺得不是 我再給你們最後一次機會 你看人家就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你們的答案是什麼 YES或NO YES YES OK 他們的答案是YES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不穿得了 沒關係 肯定不對 為什麼 肯定不對 我讓張醫師來告訴你 一碰到枕頭 立刻就睡 這個可能不見得是好命 可能是恰恰相反 因為這個叫做睡眠的問題 我們躺上床鋪 到我們真正睡著 這一段時間叫做入睡時間 這一段入睡時間 我們怎麼去測量 一個正常人 你把他放到一個完全黑暗的房間 他大概15到20分鐘會睡著 他如果太短 甚至低於8分鐘 那個就是有問題 哪幾個問題呢 第一個就是說他真的是太累了 像艾亞之前的 我前一天晚上 我前一天完全不睡 那一天很可能真的就是一躺就睡 一秒就睡著 太累了 這個代表你真的太累 另外就是說一些身體的慢性病 也可能讓你入睡的時間真的太短 短到8分鐘以下這樣子 另外有一種比較罕見的疾病 可是在台灣也是有的 叫做所謂的 醜睡症的人有可能會這樣子 他等於就是說 躺上床就直接睡覺了 我們的大腦在切換清醒跟睡著 它應該是要有一個時間 而醜睡症的人 他會快速地切換 而且是不預期地切換 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一躺上枕頭 立刻睡著 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要你小心這個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這麼開心地說對嗎 因為我最近就喝了一個 是睡前可以喝 茶 睡前可以喝 所以它不含咖啡因 對 它不含咖啡因 而且它是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很多人很怕睡前不能喝茶 怕咖啡因 可是它不含咖啡因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想分享給大家 就帶來太棒了 那就祝我們大家今晚都在好邊了 好重要 這就是我睡前最近都會喝的 南非國寶茶 南非 然後很淡 很香 淡淡的香氣 對 我覺得 維銘哥 你很想睡 直接 你很渴望 它真的 我第一口喝下去的時候 讓我想到我以前阿公 喜歡在外面一聊 他們聊天 泡著茶的感覺 一模一樣 是不是很放鬆的感覺 很順 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 一口接一口 沒有咖啡因 就是它有淡淡的香 就是它沒有咖啡因 然後它有淡淡的一種 很像我去按摩完 然後它給你喝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它主要 好舒服 真的好舒服 對 它主要就是味道 會先讓你覺得很舒緩 真的嗎 真的嗎 有一點草本香 它主要就是台灣知名的 國內的咖啡業者 引進的 優質的茶葉 講到它從哪裡來呢 南非國寶茶 顧名思義當然就是南非 它找的是 污染的環境 而且我覺得這個茶 還不錯的是 其實要幫助睡眠 它有很多的礦物質 其中有一個是 美 因為美可以幫助你 放鬆就會很重要 而且它很重要的是 剛才文明哥說的 沒有咖啡因 它直接就寫了 而且 現在有一位阿伯 你喝到打嗝了是對的嗎 我覺得 對 好可憐 光是這三個有美 然後沒有咖啡因 低丹寧酸 不會刺激腦神經 我睡前最近就喝這個 就應該可以嘗試看 丹寧酸是什麼 我們問一下慢慢營養師 丹寧酸它是一種分類化合物 它其實也是有抗氧化作用 可是它其實 它對於植物的保護作用比較強 對於我們人體而言 我們會把它叫做抗營養素 因為其實它很容易會結合 我們吃食物當中的鐵質 心跟銅 它會把它結合 然後排出體外 就讓我們吸收不到 而且如果假設我們晚餐 吃比較大餐 然後去吃到或喝到 有丹寧酸的成分的話 可能會跟蛋白質結合成 一個叫做柔酸蛋白的凝固塊 這個可能會讓我們消化不良 其實就容易會影響到睡眠了 所以這個茶就是 沒有咖啡因 對 低班凝酸 因為我覺得我會喜歡喝它 是因為我覺得它非常溫和 它其實還有一個 號稱就叫 媽媽茶除了是 你知道媽媽就壓力很大 像我自己也是媽媽 然後就工作 回到家還要上 我的壓力也很難 你知道 要上另外一個班 所以喝溫和的媽媽茶很重要 還有我覺得它有一點不錯的是 它可以 親子供 因為孩子都可以喝 對 因為剛才有講說 它的丹寧酸很低 丹寧酸主要是會阻礙 鈣質還有鐵質的吸收 除了小朋友可以喝 其實在女生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女生最怕什麼 缺鐵 缺鈣 所以低丹寧酸就不會影響這個 我覺得這還不錯就可以喝了 對 是不是 而且講一講 我其實有點困 妳要喝了是不是 我喝四杯了 因為都被喝完了 這一杯已經喝完了 這一杯我喝完了 真的 因為它好喝 我們還有一點點要錄 不能睡著 對 那我倒一點點 我喝了 希望維銘哥今晚可以一覺 真的 很重要 更希望你今天可以把 金美好禮帶回家 太棒了 真的 對 沒關係 已經有曼曼老師的電話OK了 對 老師 有 謝謝家裡的分享 謝謝 太棒 謝謝 太棒 嗨 心裡好舒服 好滿足 先說好錄完之前不可以睡著 你喝太多了 維銘哥 好 我們繼續搶分了 趴睡的人比較容易落枕 對還是不 請搶答 說好 你懂了 這題有點難 我趴著睡 我很容易 這邊會很痠痛 所以你覺得那是落枕 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 如果有這個問題就表示說 可能落枕也可以 對 因為我真的是很明顯 趴著睡很痛 我也起不來 那種感覺 妳為什麼笑 妳是沒有信心嗎 沒有 我會有信心 可以的 因為 妳的答案跟他不一樣 我最近每天都會落枕 但我不管怎麼睡都落枕 我最近躺著 側著 阿著都落枕 那你哪來的信心 落枕是平常是脖著 不好意思 妳要不要找個風學老師 家裡是不是風學有什麼 肩頸這邊 肩頸這邊 可是有一點 轉不過去有沒有 我覺得是 是嗎 謝謝妳們覺得是 妳們看到沒有 我是側睡先會 拿個準頭來睡一下 因為他們什麼人體工學 正常的躺著睡 對 沒事趴著睡 Yes or no 剛剛在X 我覺得現在是 Yes OK 他們答案是Yes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剛剛醒得對 來 真醫師 趴睡是最容易造成落枕的 落枕在醫學上我們叫做 為什麼它最容易呢 因為它 關節扭動的角度 是比其他睡姿來得最大的 剛剛嘉儀有這個疑問是說 可是我明明沒有趴睡 為什麼我也會造成落枕呢 這其實它是一個 就是你長期坐辦公桌 或者是冷氣過牆 吹到肩頸的肌肉 所以造成某一側的肌肉比較僵硬 你就一直維持這邊的角度 其實我這邊順帶一提 就是小寶寶 其實趴睡 以前有個錯誤觀念是說 小寶寶如果趴著 我就趕快把它翻回來 就是明明它是自主地 轉過去趴著睡 結果你硬要把它翻回來 這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它因為肌肉在發展 所以它偶爾會以它 最舒服的姿勢去睡覺 再來趴著的時候 對小寶寶是有好處的 因為它會有熟悉 就是它想要抱媽媽的感覺 它會比較有安全感 再來就是 小寶寶容易脹氣 壓著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產生氣體的累積 所以其實這對小寶寶也是有幫忙 再來就是 像我小時候就是趴睡 所以我的後腦勺是圓的 對 這個髮型師會常常稱讚我的 後腦勺這樣子 對 我也是趴睡 可是為什麼小寶寶 趴睡不會落枕 不過注意 這個是會翻身的小寶寶 對 這我也是蠻問的 還不會翻身 妳真的不要真的就把它擺成趴睡 這個會 而且我覺得那種 後腦勺是天生 我也趴睡 我後面超扁的 真的 對 所以 其實剛剛 張醫師講得很重要 就是因為很多 就是提醒 就是不要 因為它液吐奶 可能會造成它的呼吸阻止 對 沒有錯 還是要注意是不是它自主地翻過去 而且它要可以有辦法翻回來 它要可以翻得冷的 我真的在急診遇過 就是猝食的 兩個月大 沒有辦法翻身的小朋友 就是趴睡 對 因為其實 帶了幾點是哭了要命 這樣子 尤其阿瓜阿嬤會想說 為了頭型就讓他趴 對 但是他的年紀可能還太小 他自己沒有辦法一起了 可是還是都要注意 而且頭型 臉型也很重要 你看許嬌算都是趴著睡 那個臉多平 不是 趴睡的時候 我是這樣趴 這樣趴怎麼呼吸 對 那是怎樣趴 天生的 天生的 好 家裡剛剛有問 為什麼小寶寶 趴睡不會落枕 對 還是他只是因為他不會講話 其實他一直都會 他一直都會 對 這不是小朋友不會 心裡面是已經 咬兩百遍了這樣 還是不要翻過來 落枕有個很必要的因素是 肌肉長期維持一定的張力 小寶寶 他的頸部的肌肉張力 還在發展 所以他不會一直維持得很僵硬 再來就是剛剛 張醫師有講到很重要 他一定是要自主地翻過去 他如果是不知道哪個媽媽 不理解 沒有長期 哪個媽媽 就是讓他趴著睡 那你堂眼經歷過一些事情 就是有一點 就是刻意讓小寶寶趴著睡 是不好的 對 接下來搶分了 舒嬌說 早睡早起 精神好 不管幾點睡 都還是應該要堅持早起 Yes or no 請搶答 我可以說 Yes對不對 我剛剛其實沒有在認真聽聽 等一下 是幾點睡一次就開始了 所以你剛剛一直都決定一段 不管幾點睡都要堅持早起的習慣 不是 因為我記得前面醫生有說 就是正醫師有說 你就算前一天失眠 你該起床的時間還是要起床 不可以因此躲睡 不然就會影響你下一次 睡覺的時間 你一直在看他們表情對不對 對 他們很嚴肅 好可怕 你剛剛越想越新鮮 我們那醫師專家比我還會演 沒有 他們就這樣 真的 而且你想要看 鄭醫師剛好已經學壞了 對 我覺得他學壞了 我覺得是嗎 不要今天影響 但你舉著叉 不要今天影響 不要緊張 他今天影響隔天嘛 好 不要惡性循環是不是 對 因為剛剛鄭醫師有講這些話 引導了你對不對 對 好 這個答案是否就去 好可怕 好可怕 他說了我們要脫的動作 對 傻 怎麼會是 妳因為我們在注意聽 我嚴重懷疑他們是故意不按鈴的 可以 知道嗎 因為反正不按鈴就是我們得分 可是剛剛不是說要固定時間 沒有 要睡滿8小時 那很可惜的是 這題是慢慢營養師要回答你 睡眠這件事情 真的還是要看身體狀況而定 我們會建議就是睡眠至少可以 算我跳位以為只能睡90分鐘 所以文明哥很標準 沒有 不是 我到底 90分鐘為一個週期 對 90分鐘為一個週期 一個晚上 睡眠最好是可以有 4到5個週期 也就是要有6到7.5個小時 是對身體會比較好的 剛剛鄭醫師他有提到 就是有關於要早起這件事情 是希望可以保持一個 規律的睡眠狀態 比如說你原本就是 早睡早起的人 你盡量要維持那個規律 晚睡晚起的人 你也是維持你的規律 維持這個規律才是一個重點 對 然後就是如果 可是因為 如果你硬要逼自己 如果假設我自己身體 已經狀況不舒服了 然後我還要逼我隔天 還要很早起的話 其實對於身體而言 可能還是會造成傷害 對 來 鄭醫師有什麼話想說 我剛剛是強調要 要設一個睡眠鬧鐘 要 固定時間入睡 但是你什麼時候起床 還是要試睡眠週期而定 睡眠週期是會經過一個 淺層睡眠 深層睡眠 然後快速動眼期 這樣一個回來 讓你很清醒 就是很放鬆的自然地睡醒 這是最好的睡眠狀態 最有睡眠的品質 如果是進入深層睡眠的時候 突然被咔斷 這時候你是處於 你就會有所謂的 起床氣的時候 就會這樣子發生 就會覺得怎麼腦袋什麼都還沒有整理好 然後就被鬧鐘叫醒 這會很難受 所以還是睡滿一個 睡眠的週期比較好 所以在調鬧鐘的時候 盡量是要以90分鐘 90分鐘 這樣的單位來進行調整 不要說就是 你明明是12點睡 你應該要睡到6點起床 可是如果你這個時候 你5點半醒的話 其實你會有點起不來的感覺 你會很痛苦 對 其實是因為你睡眠週期 你Cup的那一個 初衛單位 那我每天晚上調鬧鐘 要才有半個小時 睡 對 這睡 所以如果醒來不是很舒服 我瀝床就要再瀝90分鐘 不是 因為我會比較舒服 不過可能鬧鐘講了以後 大概沒有人可以再睡得著 最好是90分鐘的倍數 倍數 不過其實 醫師專家講的這些助眠的方法 效果還是因人而異 比方說他剛剛鼓勵你的方式 就可以不睡覺 但如果維銘哥今天回去 他一整天不睡覺 他隔天還是睡不著 可能這個方法就不適合你 對 那就要繼續找方法 真的嗎 加油 好 我們繼續來搶分好不好 好 品味 右側臥睡是人體最佳睡姿 是嗎 請搶答 我 我已經抓到那個 TEMPO了 我覺得他沒有要按 我覺得他沒有要按 一直到我 沒有按 我有按 你有按嗎 我真的有按 來 你們的答案是 我覺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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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對 你為什麼會覺得是右側或是左側呢 右側有什麼跟左側有什麼 對 平常 我怎麼覺得你很像教官呢 沒有 我現在一定要答對 沒有 因為我想說心臟在左邊 那壓左邊睡是不是會睡得比較不好 所以右邊 對吧 他們有笑了一下下 對 我覺得 因為你目前為止兩次都是打錯了 所以我覺得相信你這一次 因為我相信第三次 第三次有力什麼 三而無三 撐力 對 I believe you 他們的答案是yes 這個答案是否這句 是不是 這麼贏 絕對是 這件是我們名字的問題 讓我們答對 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是想要按鈴 重點是你們幾到三次了 恭喜 對 請到 他們的養師 最佳睡姿的話 我們會認為 應該是屬於 胎兒睡姿 胎兒睡姿的話 我們要躺的那一側 應該是屬於你的 非慣用側 假設我是右撇子 我應該要左側它 我是左撇子 應該要右側它 對 然後如果說你左右手 是差不多的狀態的話 你就要想 當你遇到危急的時候 你會用哪一隻手 來保護你自己 那就是你的慣用手 所以你就是要左側它 所以如果是慣用右邊 是左邊睡 最好是睡左邊 所以每個人是不一樣 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真的 因為這樣是可以讓自己 比較安穩的一個姿勢的方式 不過還是會有其他的 生命週期的狀態 這部分可以請 正醫師幫我們回答 好的 正醫師 其實所謂 最佳睡姿是 在醫學上是沒有這樣子的定論 要因人而異 為什麼呢 就是像剛剛 其實很多人會有一個想法說 心臟在左側 那我往右側躺 我就不會壓迫到心臟 那如果我往左側躺 那是不是會壓迫到心臟 其實這要看它是不是 病態性的壓迫 那如果說你右側躺 那你也可以說 我會不會壓迫到肝臟 那肝臟怎麼辦 肝臟不用顧嗎 對 所以其實還是要因人而異 而且每個人在睡眠的時候 平均都會有 差不多20次以上的 左右翻滾的動作 你維持同一個姿勢 其實都是不健康的 你會產生入瘡 或者是你產生 斑側的肌肉的拉傷 那是哪一科 最有資格評斷說 什麼是最佳睡姿呢 那就是復健科 復健科的意見 會是以這個 就是正躺 或者是側躺的時候 有一些棉被作為輔助 他們的 調整睡姿 對 他們標準是希望 我們的脊柱成一個 中立的狀態 不要造成脊椎側彎 這才是最重要的 再來就是有一些 特殊的情況 我們會建議特殊的睡姿 譬如說是孕婦 孕婦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 很大的重量在腹部跟骨盆 所以 當然我們的下腔靜脈 是偏右側 所以我們醫院 很常會讓孕婦左側躺 才不會壓迫到下腔靜脈 因為下腔靜脈會讓 下肢的回流 的一個重要的靜脈 如果壓迫到 會造成孕婦會很喘 相信有當過孕婦的 應該都有些許的經驗 非常清楚 再來就是 如果是肺積水的病人 像我在醫院照顧 COVID確診的病人 他是重症病患 造成肺部積水 肺部積水 我們的肺在下肺 下肺液是比較多肺泡的 這是我們主力的肺泡 水積在下面 就很容易讓我們的肺泡髒不開 所以我們會叫它腐臥 我們叫做 就是類似趴碎 我們叫做腐臥的療法 這在大型研究 就是世界各地都有證實說 肺積水的病人用腐臥療法 可以增加養和能力 所以對於肺積水或者是 我們有一些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 這個懸泳垂比較鬆 如果我們正躺 它懸泳垂會掉下來 或下巴比較後縮 像有人這邊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譬如說 你真的有血壞了 我完全沒有 他真的有血壞了 真的是血壞了 陳媽媽 我真的對不起妳 我真的不好意思 她在身上對妳 她在身上對妳 沒事 你看我對陳媽媽也有一點抱歉 真的嗎 那我幫妳轉答 沒有 我沒有說誰 反正就是 你 沒有 很明顯 妳真的沒有說誰 我們都不知道誰 沒有 反正就是要因人而異 對 所以還是不會有癮 就是不一定會有這個定論 好的 謝謝曾醫師的分享 謝謝 謝謝大家 恭喜 拜託讓我對 答對一題 沒有一個就是按最多靈的一個 對 沒有這個講 沒有這個講 對 多靈獎嗎 OK 但是也好 恭喜妳們送了三分給她的 謝謝 謝謝 我們按到是Holly 我的天啊 天啊 我們要投幾顆 好厲害 你們可以投三顆 天啊 在正面 等你們說Holly 豬哈說沒有了 這次數有時以來是 杯子唯一錯 沒有了 這麼多的 好錯 周華怎麼可以投一顆 好 有四顆球數差 來 我們請到鄭醫師 為我們球數今天會是 同城 很棒 環球 籃球 恭喜你全部的發展 對 謝謝鄭醫師 但是我們玩得很多禮 好開心 我們今天來 沒關係 蔡依 我 文明哥很需要 對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今天的精美好禮 我需要 很像的 好長 你們這麼喜歡按您去當郵差 不是 下次再來繼續搶好禮 俗話說 能吃能睡 長命百歲 睡眠佔了我們人生 幾乎三分之一的時間 所以如果我們經常睡不好 對身體帶來的傷害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 當然還有更多的健康資訊 要跟大家分享 請大家一定要持續鎖定 醫學大連盟 我們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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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媽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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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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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